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 龚俊以肖战为目标,肖战跟龚俊,谁才是心顶流 早在前段时间,就有粉丝发出了一篇不出半年肖战可被龚俊全方面取代的动态 还比学历人设,演技,外貌长相,心态定位等方面去对比两人 还借此得出龚俊将会取代肖战的结论,据了解,龚俊因山河令爆红后 就一直在某热搜榜单前四名中,其中龚俊的在榜时长甚至都超越了肖战两个小时 似乎一下子就有许多通稿都在报道龚俊取代肖战的消息,其目的就是表明他拿下顶流的头衔 有余记在公众号爆料道,龚俊现在的野心是要取代出世流量,拿下顶流的头衔 他团队前不久下场到小浪发洗脑包,说龚俊截胡了出世流量的汽车代言 其实那个代言是公司给龚俊的见面里,从头到尾都没出世什么事,其中的出世流量 也被暗指就是肖战 从爆料来看,原来龚俊一直是以肖战为目标 只不过是提前发通稿想取代对方,这也表明了肖战在娱乐圈不可替代的人气和顶流位置 虽然肖战经历了几个风波,但相比于龚俊来说,他一人是娱乐圈不可替代的顶流代表 再加上肖战比龚俊提前红了许久,想要完全取代似乎不太可能 毕竟肖战在圈内的人气和地位可不是一般爆红小生可以替代的 还需要龚俊后续的作品或资源都证明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